以前有人講說你減肥就要多喝水 多喝水可以幫助減肥 但是沒有人去研究說 為什麼喝水可以幫助減肥 其實是喝水減肥 是有它的時機的 喝對了的確是有效果 但是喝錯了 對 你知道喝錯的話 有的人喝太多 然後又再加上不吃鹹的東西 又反而會導致水中毒 所以這個反而是危險的 我們看這個螢幕就知道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要喝水 我會建議大家第一個在餐前喝 餐前喝300到500cc有一個好處 我們水喝下去以後 不要馬上吃飯 因為那個水喝下去以後 你會有點飽飽的感覺 對吧 對 假的 對 你延後一下進食的時間 等一下到了30分鐘以後 血糖有點回升了 事實上就不會很餓了 這時候你會減少吃進來的量 這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水進來以後 它會把我們的消化酵素 把它稀釋掉 我們學過化學人都知道 酵素的作用是跟濃度有關係的 你濃度越濃 消化率越好 你現在喝了水以後稀釋掉了 那個煤稀釋以後 它代謝力就變差了 第二個就是兩餐當中也要喝水 兩餐當中喝水也是為了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兩餐隔得很遠 你中間也會有餓的感覺 所以說你喝水 總是因為你不要去吃到一些 有熱量的東西對不對 這樣的話也可以減少 你不小心吃到一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好處 再來我們知道起床後 像剛剛麗仁有提到 還有睡前都要喝水 其實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嗎 我們睡覺大概6到8小時 這一段期間你是不是都沒喝水 對 可是這時候水分還是在散失 從哪裡散失 然後你的皮膚流汗 再上蒸發 都會散失水分 開冷氣 開冷氣就更乾 暖氣 冷氣都更乾 所以這時候 你血液當中的水分少了以後 那些毒素的濃度都會增加 對身體健康的危害就會加倍 所以如果你睡前喝一點水 它有稀釋 然後在它早上起來 趕快再喝一杯水 那個毒素還有這個 像我們一些有熱量的一些物質 可以從尿裡面排出去 不會再回收到體內 這樣的話也可以減肥 還有哪一些想不到的 減肥的絕招呢 節電告訴我們 馬上來看一下 減肥聖經第三章是什麼 就是吃對搭配加倍瘦 輕鬆減去多餘的脂肪 好 食物在這個減肥的時候 到底應該要怎麼搭起來 可以有效的減肥 令人在減肥的時候是怎麼搭 像我也是就是很認同鮭魚 我都會 像我自己的話 我會做燉煮鮭魚 那是用法式的做事的方法 燉煮 所以是不是要加一些調味 所以其實是很健康 然後很簡單去做的 像燉煮的話就是 法國人他們就是會 就是放一些紅蘿蔔 洋蔥 然後當一些基底 其實最基本的話 就是加檸檬汁 然後加一些香草類的東西 然後黑胡椒 然後你讓你這個湯汁這樣燉 不要 溫度不要超過95 對 完全不要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鮭魚片 或就是一片鮭魚放進去 然後它粉紅色之後拿出來 你就可以吃了 然後擠上檸檬 和那個胡椒就OK了 趙哥 那像你吃的 就真的有一點殘忍 你說你都不加油對不對 我應該說現在目前 就是比較算是單一的 一個飲食的減肥 所以我有點擔心就是說 應該每天都固定吃洋蔥 雞胸肉 還有這個 這樣的東西 你每天就真的只有這樣 好無聊 應該說一個禮拜最少 有一半以上的都是這樣吃 你女朋友可以分手了吧 現在目前沒有女朋友 所以我意思是說 受不了 沒有另外一半才能這樣吃 誰受不了 對 人家都受不了 真的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如果一直在這樣吃 我擔心你這樣吃下去 會追不到女生 先有健康的身體 要什麼女生都有 確定嗎 你身體不健康 你再多女生站在你旁邊 也是轉個頭就走了 隨著你的歲月流逝 那這種事很難說 我想問一下老師就說 像我這樣幾乎都單一 這樣的飲食來做減肥的話 我是不是應該要稍微改變一下 一些配的方法 吃的那個食材 你不用那麼的 好像把它那麼的單調 對… 這樣其實會不快樂 稍微電話一下 而且不快樂也很容易會胖 因為你心情變好 你看你這個身材變好了 然後就是人整個瘦下來 也年輕了 但就是看起來 以臉就是不快樂的樣子 你有天一天 對啊 我每天蹲到我都快瘋了 這很大的毅力 這蹲下去不知道還能蹲多久 對不對 你可以交一個胖一點的女朋友 然後說來 我幫你減肥 一起蹲 一起蹲 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小Call怎麼配 因為基本上我沒有辦法像趙哥 這麼有毅力就是 真的耶 生活上沒有酒這件事情 然後 對 就是因為我剛才 我以前減肥的時候 我知道說不能喝酒 但是我也很喜歡喝威士忌 但是我一喝我就會吃更多東西 然後我會發現 我也是 我一喝酒就一直吃 是 而且我還會告訴我自己說 誰敢叫這麼大聲 我可以 對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說 那我乾脆不要吃晚餐 我把這個Coda留給酒 對 然後我會發現這樣 我沒辦法喝開了就是 喝三個小時 我吃三個小時 喝六個小時 吃六個小時 好可怕 就真的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 然後我有跟這個 就是我去看營養室的時候 我有跟醫生講說怎麼辦 我不能沒有酒 怎麼辦 我現在好想得到救贖 沒有 我要說我的人生 還是有一點點的樂趣 因為我覺得酒對我來講 有時候是一種放鬆 而且你看我跟老公 每天在宜蘭的海濱這樣對影 你看這是我們的情緒 多美麗的畫面 後來醫生有跟我說就是 因為啤酒其實基本上 女生要少喝 因為它比較冷 然後你多喝的話 你肚子會容易很大 而且它熱量很高 對 啤酒就是少喝一點 然後威士忌也熱量太高了 他說就是這樣喝 其實對我自己身上 因為我個子又小 攝取太多這樣的熱量 那到底要喝什麼 就叫我喝紅酒 對 所以 一天一杯 OK 對 我就一天 就是可能晚上睡覺前 我就會倒一杯紅酒 可能一瓶然後分四天 把它喝完那種 或者是可以多喝一杯那樣子 就是不要再多量了 對 醫生說你可以喝 但你不要再多喝 但是你知道你喝久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吃東西 對 然後這個時候醫生不是說 那時候跟我講說 我吃起司沒有關係 我說起司是宵夜可以吃 然後結果我這樣子吃 我發現我也沒有變泡 紅酒配起司沒有變泡 紅酒沒有變泡 但是也不是過量 你就是可以配一些些 但是你不能大量的吃 所以請問一下邱醫師 一般食物如果搭配對的話 它反而有這種乘速效果 可以加速我們熱量的燃燒對不對 對 舉例來說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螢幕 像茄紅素 我們如果希望它的茄紅素 能夠讓我們吸收更多 舉例 番茄就可以跟起司一起吃 為什麼 因為番茄本身 它的茄紅素是油溶性的 如果你是光吃番茄 到我們的胃裡面 其實吸收的有限 如果含有一點油脂在裡面的時候 它吸收會加倍 所以你看 如果我要吸收更多的茄紅素的時候 我就番茄加起司一起吃 其實不是熱量也很高 有 起司是熱量 有 但是基本上其實是蛋白質 它是牛奶去發酵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 它對於穩定血糖也是有幫助的 不會讓你血糖快升快降 所以基本上熱量有 但是它就像剛剛有提到 那什麼富卡路里的概念 它要消化這個蛋白質 它會消耗掉比較多的熱量 所以是可以搭配 再來就兒茶素的話 我們看檸檬加綠茶 綠茶裡面就有兒茶素 剛才老師有提到對不對 檸檬裡面也有維他命C 對不對 維他命C跟兒茶素加在一起 會幫助脂肪燃燒得更有效率 所以我們有運動 像趙兄 你有在運動的時候 這個加上一點這種綠茶 檸檬加綠茶 對 這樣在運動前喝一下 你這樣是不是每天早上 起來一杯就檸檬加綠茶 可是不能黃金比例 好 聽早點 我可以在家看太高 對… 你就是運動前 然後你喝一下 運動後兩個小時內用你的早餐 這樣的話還會再更進步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趙哥有一個隱憂 因為他的飲食裡面完全沒有油 所以導致是不是他的身體裡面 只要有吸收到一點點的油脂 他立刻就會負胖 反應在體重場面 是嗎 油脂不能少 因為你知道我們一定要有油 如果沒有油的話 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油溶性的維他命 就沒有了 ADEK你就不夠 第二個 我們的荷爾蒙 像腎上腺素的話 它這些激素 它可以幫助你新陳代謝的 你會什麼 產量就不夠 懂嗎 我剛才不是講說 早上起來我們需要腎上腺素 交感身興奮 那個時候就幫助燃燒脂肪 如果你油脂不夠 你產生的腎上腺素是不足的 或者有缺陷的 效率就會變差 所以適度的油還是要 大概一般油脂我們建議說 總熱量的30%還是要靠油脂 難怪我這一年多來 都沒什麼在升旗 是這個原因嗎 是 你因為激素油 有失調 對… 還有男人的 那個所謂攝護腺的問題 跟油脂都有很直接的問題 是不是 因為這樣 因為你旁邊沒有一個女朋友 可以笑夠了 結束效果不要笑那麼大聲 最後就說 如果各位要吃水果 我們可以在 比如說晚上真的很餓 睡不著 你來點芭樂 然後你的柳橙 裡面你看纖維質多 維他命C又夠 對 這樣的話 對健康就有幫助 也可以進一步幫助你減肥 我要請問一下王老師 我替那個季妹妹問的 因為一般來講 很多人在減肥的過程裡面 真的動不了 請趙哥那動不了 偶爾想要放鬆一下 吃一些比較高熱量的食品 炸雞 炸豬排 食物上要怎麼搭配 一些生活的小細節 如果你有注意 其實你的肥胖就會改善 為什麼 因為你看人家炸豬排飯 真的傳統日式的 很多一大盤 有的是放一坨在那裡 你自己夾 或者是已經把你墊在下面 放在上面對不對 高麗菜有纖維 它可以油脂不會吸收這麼多 第二個 高麗菜有很多酵素 尤其是分解澱粉的酵素 你看炸豬排都是沾麵衣的 對 都有很多什麼麵包粉 地瓜粉 那個都是 你知道嗎 澱粉炸過吸油是最厲害的 好像海綿吸水一樣 所以這時候你要搭配 一口豬排 你要吃一點高麗菜 是 再吃一點飯 你不是只有吃豬排配白飯 螢幕上面有秀就是說 如果你吃炸雞排 鹽酥雞 其實你就可以搭配一點 剛才講的高間的水果類 方便多了 你可以可能家裡有七果 沒有自己帶 對 或者是鳳梨 其實現在便利商店很方便 有時候那鳳梨快要切好的 如果真的只買了一包鹽酥雞 你不要配可樂 對 這樣可能就太 熱量太高 你可能買一小盒的 這個已經切好的 鳳梨 木瓜 或者是這個奇異果 減肥要成功 在食物的搭配上 要相當聰明 而且比較靈活的來運用 請王老師來教教我們 什麼食物的搭配 讓我們可以一方面享受美食 一方面又達到減肥的效果 對 我們這個家常菜 也可以讓你瘦得很健康 王老師的健康家常菜 愛吃的你絕不能錯過